接着去来看,上礼拜就是106 茶的部分,然后有一批变化题 所以请各位把106 有同学做咖啡 我看了一下同学做,有同学做咖啡 可是它下面还是茶 到底是咖啡还是茶 就是你简报要改的话,你要全部改 你不要改一半 上面变咖啡了 可是最后怎么又变茶 所以你如果做一个变化题 你还是要把那个就是简报把它彻底做变化 你不要做一半 另外的话,最好可以把那个上个礼拜那个108的那个小小表演 这个动画,这一题我觉得最 我觉得最有用的是那个动画 按下按钮,它可以做一些动画出来 那今天的10题又更困难 因为10题的动画又更多 而且更复杂 那10题的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10题的题目,我大概打开来 OK 那基本上的话,切到110题部分大概就在106、108、110 OK 那这一题的话,基本上很好理解 就所谓的穿戴式行动装饰 那这个东西的话,像什么呢? 像手环吧 像手表 Abo Watch 不过我发现那个什么呢? 那个小米好像做得蛮好的 小米其实它蛮多的穿戴 而且它所有东西都可以串在一起 用手机就可以控制了 像小米的手环 然后像小米的手环 等等的,跟身体相关的一些讯息 都可以透过一些装置 可以马上显示在你的手机上 并且帮你做随时的记录 有一点像说,比如说你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其实它随时会帮你量血压、量心跳 量一些你的身体一些状态 但未来这些装置如果有的话 你根本不需要 你其实随时都可以监控 你的身体的状况一切 那只要有一点点特殊的情况 你也可以再去追踪 而且它24小时帮你记录 所以你可以看到图表的显示 OK,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这一集的重点大概就是 有关相关的创代砖有哪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题目要求 第一个 它这个总共有两个档案 一个PPD01之1 然后它说怎么样 要把两个档案 1跟2怎么样,把它做合并 OK,所以特别至于我们打开 那个范例档案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档案里面 110的话就有两个档 1跟2 那你打开1的话 它就长这样子 有没有,这个 OK,那2的话 里面又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它是希望说 你要可以把1跟2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2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它里面就有这些 像这个 有没有,就是Google的眼镜 我好像很想买一个 我在市面上好像没有 哪个地方有看到 我在卖这个装置 OK,那也就是说 有点像是车上有那个 什么,行车记录器吧 那是不是说呢 行人也有行人记录器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随时 我上课的时候 我随时我根本不要 它随时都记录 我看到了一切就 马上可以看到 回去的话呢 随时又回到家 又可以跟电脑连线 马上可以知道说今天拍哪些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走到路上 或者说有些东西忘记看到什么东西了 你根本不需要 特别去把它拍照一下 你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 不过可能 当然会侵犯到别人的影子权问题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像我之前出国的时候都习惯 比如说就是在身上别的一个 这样勾勾的方式 然后随时就可以记录很多东西 那回去的话呢 而忘了有一些东西回头去看影片 还记得蛮好的 不然的话你出国一趟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做特别的记录的话 真的很容易就很多东西 细节部分就忘记 其他还有什么呢 时尚小巧 这是什么 一个小的智慧影手机 还有呢 什么 GPS鞋 这什么 这怕你迷路吗 OK 不是手机上面就有GPS 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可以给老人用 如果老人出门的时候他穿鞋子 本身就有GPS功能 那可以记录到他现在的位置 那也不错 OK 然后什么隔空 操控 就是说键盘其实可以不需要额外多一个装置 也就是说你用投影的好像已经有这种装置 直接怎么样 投影到桌上 桌上就有一个投影的虚拟键盘 你可以在那个虚拟键盘上面打字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还有什么随心所欲 那些穿戴装置 触控 有些类似像这样投影 你可以用触控的方式 然后其他像什么健身 这蛮流行的 就是什么健身衣 OK 诸如此类的 这部分其实在台湾的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做得其实相当的好 像这次疫情 科技也对于疫情的防范 蛮大的帮助 像昨天好像也有人偷跑 马上还没跑出去 就马上被警察抓到了 OK 因为现在好像就是 他会去追踪你的手机讯号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现在在哪里 如果你跑出那个位置 他有什么电子围离 你离开家里 马上就会发布讯息给当地的警察 那警察就随时去你家找 OK 所以相关他什么机能等等的 那就要把这些什么 一跟二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是这一集他要我们做的 然后分别的话 他说什么 把第二个这个的简报的 第二到七的投影片 放到哪里呢 放到一里面去 OK 然后依序为四到九 并且操用什么 标题的大图片的这个版面配置 所以总共会有几个问题 也许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再做一些动画 这一题最难的地方就做动画 然后做什么插去 有插去的效果 自左自右等等的相关效果 第二题 第二题主要是做动画 第三题的话就做超连结 那我们大概来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有一个完成的 假设说这个做完了 他就做一个简报 最新的穿戴式的行动装是哪一些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假设做好的话 按下这个 他会指向这里 按下这里 指向这里 但是这个就消失了 按下这里 指向这里 有没有 这什么 手盘吗 还是什么 戒指吗 这么厉害 那不是跟那个 磨戒的那种很像 这个是什么 手表 手表应该不是什么特殊装置 不过其实我自己是有那个小米的手盘 不过最后是不太喜欢戴 因为那个可能塑胶的 它现在好像没有出那种真皮的 不然戴酒感觉就很不舒服 OK 但是刚开始会买它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那个小米手盘 它的很好功能就是 它可以记录你的睡眠时间 也就是你到底熟睡多久 你浅睡多久 而且它还可以把你的睡眠时间 跟所有大数据 其他人的做比较 你是排在哪里的 OK 诸如此类的 还可以记录你的什么心跳 好像没有血压 可以帮你记录一些身体状态 衣服部分 像这个是动画怎么做 这个是超连结 比如说眼镜点下去就跳到眼镜 然后有个back back的话不需要点击 你游标移到这个上面就back回去了 有没有 这个鞋子 这怎么还在 这连错了 我后面好像还没做 OK 大概是这样 就点下去 移到这边就跳回去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先把第110集节目 稍微先看一下 总共会有三期 然后待会的话 我们就分别完成110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现在的话 它要把两个投影片 就是第二个投影片 放到第一个投影片里面去 2到7 放到4到9 并且把4到9 套用这个标题大图片的版面配置 所以基本上的话 应该会有 这个放到4到9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套用标题大图片的版面配置 所以两个动作而已 怎么做 其实方法很多 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把1跟2 两个一起开起来 然后把什么 把2的什么 第二个投影片的2 编号2到编号7 OK 后面没有 所以你按Shift键 Shift键意思就是连续选取 Ctrl键是个别选取 所以Shift键按住 全部就2到7 然后你把按右键做什么 复制它就可以了 复制投影片然后贴到哪里 贴到 复制的对不对 再切到第一个投影片的第四个 第四个 1 2 3 刚好最后一个 点一下对不对 就一定要点对位置 你不要点错位置 点到这边贴到这边 记得是点到这里 然后把它贴上 Ctrl V也可以 右键贴上也可以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投影片贴上 刚刚是什么贴 再贴照 复制一下 复制 OK 不是复制投影片 是复制 OK 复制之后的话 把它贴到这边 按右键贴上 或者直接怎么 Ctrl V贴上也可以 这样就OK了 4到9就完成了 这方法其实是最简单的 当然其他的话 如果你们看这个症状考试的解答 他是用另外一个方法 他好像常用里面的新增投影片 用什么 重复使用投影片 就是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用这个方法反而 比较不顺畅 用刚刚那个方法 我觉得比较直觉 OK 所以方法很多 但是你要想一个比较不容易忘记 好操作的方法 OK 好 4到9就OK了 所以第一个动作OK了 第二个动作要做什么 把4到9一样 整个选取起来 点第四个 再按Ctrl键 按Shift键 如果按Ctrl键 就是只能选4到9 按Shift是全部一起选 OK 然后做什么呢 接下来 我先关掉一下 接下来 把它的版面配置 改成什么呢 图片大 标题大图片 版面配置 标题大图片 OK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点一下就OK了 所以第一题 其实基本上就大功道成 就这样而已 OK 所以看一下 OK 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 就是做最难的 这一题我想最难的 应该就是这个 在投影片2的动画效果 所以第二个 我们切到第二个 投影片2 投影片2在哪里 在这里 它意思就是说 刚我播放的时候 它可以按下这一个的时候 所以它的需求是这样 按下这一个的时候 它会有一条线过来 从左边到只有一条线 然后同时 也把这边的线全部让它消失 有没有 按下它 按下它的时候 这条线出来 然后其他线消失 如果按下它 按下手表的话 刚好 就是从这边一样 这条线出来 其他线消失 所以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那特别最好 主要是用什么 用动画 所以这个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 在动画效果 那请各位 也许稍微看一下 动画效果里面 它要我们做什么 就是必须利用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什么叫前动画 就是你点下去的时候 那条线出来的同时 另外五条线也同时消失 所以这个叫与前动画同时 然后什么呢 必须透过负动设定 就是按下去 让它显示 其他的动画还有说什么呢 就是有插曲的效果 而且要自左 就是左边的是自左 右边的是自右 OK 然后其他的按下去 自动就消失 那怎么做 这边3呢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有几个重点 1 如果点它 这条线 要做一个动画 做什么动画呢 就是让它 过来 过来的话 在投影片里面 动画里面特别是 一先选取它 二的话 请你选择什么 新增动画 里面的什么 它要有没有插曲 那什么叫插曲 你把它点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就插曲了 但是我在这边有个动画窗格 它可以让你再播放 有没有 可是你会发现 好像什么地方有错误 方向 它应该是要 从这边过来 不是从这边过去 所以怎么办 请你把选项效果插去之后 选项效果改了 应该是自左才对的 左边 就是从这边画一条线过来 自左 过来 有没有 所以 第一个动画OK了 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你一播放 你要点一下 它就出来 但是应该点这里才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 预设的是什么 是按一下 所以你应该要把那个触发的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改成触发程序 应该是把这个效果 是当它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那个眼镜 那个眼镜是什么 智慧眼镜图 有没有在这里 所以就是把它的触发程序 改成智慧眼镜图 当我按一下这个的时候 它才会有这条线出来 所以触发程序改成 当我按一下什么呢 智慧眼镜的时候 我拨一下 这边可以拨 我预览一下 有没有按一下它 这条线就出来了 确实说一定是要按一下 那个才会出来 OK 可是问题 第二个 那如果按一下它 我希望呢 这五条线 也都同时消失 这边不要 不然的话 感觉这边线这么多 就会抢了 那个这条线的重点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希望呢 那条线出来的同时 底下那五条线 也同时消失的话 应该懂的意思吧 好 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同时消失 所以你要让这五条线消失的话 请你选它 1 按砍锁键 2 3 4 5 对不对 五条线按下之后的话 记得哦 新增动画 我要让它消失 新增动画的时候 请你找到消失 有没有消失 结束的地方有没有消失 有没有 请你 找到结束的时候 消失 让它不见 所以呢 结束 我新增动画一下 消失 底下这边消失 OK好 那特别注意哦 什么时候让它消失 特别是关键的地方 不是按一下消失哦 不然如果你现在播放的话 你会发现哦 你是按一下它消失 不对啊 我们应该是按一下 按一下它的时候才消失嘛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现在播放对不对 如果你按一下它 它没有消失 所以呢 特别是关键的地方 应该在哪里呢 开始的时间点应该是什么 与前动画同时 特别注意哦 意思是说 当我按一下那个的时候 同时也把它消失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OK哦 其实这个理解之后 你会让你做动画还蛮简单的 好 做一下 与前动画同时 好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一个 播一键的歌就按一下 你会按一下它 那它怎么本来就消失 你看 不对 再试一下 看一下 与前动画同时 所以 这到底什么状况呢 没有没有 在这里 智慧眼镜 它是按一下 这几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应该 刚刚应该是 这个按 应该是 与前动画同时 这才对吧 然后把它再动一下 看看 按一下它 看什么预设就已经是 OK 你们先试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这动画 我待会再把重点再跟各位讲过一下 另外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怕会出错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动画窗格给叫出来 为什么动画窗格叫 有点像你目前做的动画 它会显示在这里 另外还有什么呢 那个选取窗格 比如说里面的物件名称叫什么 这边也可以显示出来 不过这个我们待会再讲 我先把那个结果秀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就是播放 同一面播放 它一播放的时候 它第一个要把这六条线先消失 也就是说一进来的话 六条线不要让它出现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这一条线要出现 不过我刚刚好像把那个 就是窗格 那个选取窗格这个部分 好像有把它隐藏这个 因为这个有时候会 会有点碍眼 因为它其实没有用 只是一个底图 不过有时候会选到 所以我把它隐藏起来 OK 不过没关系 第一个 这个地方 一打开六条线要消失 第二个的话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这一条线要出现 然后另外的五条线不要出现 就像这样 OK 那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一样这条线出现 其他的线不要出现 这样 那一样按下这个的话 它就是这条线出现 但是其他线不要出现 这要怎么做 首先我大概把那个重点 跟各位讲一下 那你做完的结果 当然我把那个动画 其实它会列在这里 如果你是做对或做错 其实都可以在这边 可以再去做检查 那只是说 如果你要把那个动画 全部取消的话 一样可以把这个到最下面 一直到底下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 按Shift键 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我刚刚做的动画就全部消失 要重来 然后我重新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顺序要怎么做 一 因为我要播放的时候 这六条线要消失 所以第一个 请你把这六条线先把它选起来 第一个动作 选六条线 做什么呢 动画里面的话 当它进来的时候 所以当它进来的时候 在结束里面的话有个消失 那什么时候消失呢 预设的话是当你按一下 可是我不是要按一下 我是要什么 当这个头影片播放的时候 同时怎么样 同时就消失 所以记得要把它改成 与前动画同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播放的时候 如果它六条线消失 那第一个动作就完成了 消失了 第一个 所以不能做出任何一个地方 第二个的话 再来就是说 当我按下这一条线的时候 它要先做出动画 动画是插去的 所以请你选眼镜的部分 然后新增动画 选插去 方向的话 请你选字左 OK 字左这样一条线 另外的话 特别注意 触发程序 请你当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眼镜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选对眼镜 有没有 这个时候播一下 它会先消失 当你按一下 这一条线就出现了 不过当你按一下 另外一个的时候 其他线还是在 所以特别注意 你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五条线 就我刚刚做的 按Ctrl键 OK 这五条线选起来 其实就是群组二到四 一的话就这一条线 不要选 然后新增动画一样消失 当什么时候消失 当我按一下它 它说同时消失 按一下 按一下哪一个 按一下眼镜的时候 OK 好 然后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就OK了 不过这个效果做出来 其实比较不明显 因为已经消失了 所以你点下去 它其实好像 其实它是有让它再消失一次 那什么时候用到 就当你做第二个的时候 第二个怎么做 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循环 第二个就是 当你选这条线的时候 其他线消失 所以当你点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条线出现 所以请你选这条线之后 新增动画把它插去 然后一样什么 四、左 OK 插去 接下来的话 触发程序是当我按一下什么 按一下这个手表 所以智慧手表图的时候 OK 然后 不过你现在播放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当我按一下它 这条线出现 当我按一下它 它出现了 OK 不过好像有点lag 我点下去 但是这条线没消失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它再多出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 除了这条线以外的其他五条线 拳起来之后做一样的事 新增一个动画 让它消失 什么时候触发呢 就是当我按一下什么 智慧手表图的时候 而且记得关键的地方 与前动画同时 就是按下的同时 除了那条线出现之外 其他线都消失 OK 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播放一下 这个很容易做错 等一下 这个时候按下它 应该怎么 这条线应该出现 另外一条线消失 这样就正确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再来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边 这条线 新增动画一样是先插去 然后一样是自左插去 那什么时候插去呢 让我按一下那个智慧斜 这个是斜的吗 智慧斜除的时候 OK 那不过其他线 其他线再让它消失 这很容易点到这个 其他线选起来之后 新增动画让它消失 然后触发程序 当我按一下智慧斜的时候 OK 当我按一下智慧斜的时候 然后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的话就OK 试一下 当我按一下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 没有 这OK 其他的话 当然 这一边的话 记得也是做一样的动作 就是说它插去的部分 它方向的记得是什么 它要自右才对 OK 过来 然后再把这边的其他 这条线 触发程序记得要改成什么 那个是什么 戒指 OK 这个是智慧戒指图 然后其他的 其他的新增动画 记得消失 什么时候消失呢 当我按一下那个戒指的时候消失 OK 好 与前动画同时 这样都OK 拖放一下看一下 这个OK 刚刚是漏选一个 就很容易漏掉 所以这部分的话特别小心 那其他一样 反正就选一 新增动画 插去 然后这边的话 一定要自右 OK 什么时候呢 触发 手环的时候 OK 当点这条线出 其他的话就把它敲出就可以了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它的这个动画 就会列一个清单给你 好 你可以仔细看 它会有一个规则性 OK 画面先黄点就会试一下 谢谢大家